我們今天在這個現場呢 是一個連椅台 以及在廚房還有電器棍 那我們剛剛連椅台 一現場來看看什麼 先看看它的車火燃機的位置 車火燃機位置 還有看一下排水的位置 那這個瓦斯爐的位置 所以你之後過去 大家一看到這廟名 一看到現場 它這邊就是一個L型的 所以要注意 所以當你上梁座的時候 所以要把瓦斯爐藏起來 瓦斯爐在這個地方 他的瓦斯爐在這家 可不可以放到後面 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他瓦斯爐是放在家裡面 家裡面你跟客人現場看好 以後你就要跟他溝通 現在我們這邊有個圖 這個現場呢 你畫好圖以後 你要把這個標示 像這個標示 這個就是現場的尺寸圖 還有現場的立體圖 所以一個去接單的人 一定要很快的時間 能夠用現場的立體圖 跟客人溝通 回到公司以後 才能夠畫出標準圖出來 標準圖畫出來才不會有確認 我們依照標準圖 給客人篩印 也就是確認了以後 才能夠現場 所以這個有相關多的 專業知識 你一定要有到現場 第一個 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現在量的時候 做它的重點就是 涼的時候 一定要從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凹洞 所以我們人道時 一定要涼 一定要從地上涼 從內進涼 外進涼 還有這個地方 上面的角度 到下面的角度 那像這個地方 就是每一個 從牆壁 從牆壁 牆壁這邊到這個地方 中心點是40公分 第一個水龍頭是30公分 第二個水龍頭 都要標示出來 離地多少 還有離地多少 像它這裡 離地40公分 這個牌水人要確認 從這個地方過來是 58公分 從這個地方過來是 但是21公分 這個要把它標示清楚 它的插座位置 插座的位置 還有這個瓦斯管的位置 還有抽油煙機的位置 抽油管的位置 從這個地方量過來 到這邊24 從上面量下來 是多少 每一個位置都標示清楚 標示清楚以後照相機要照 把現場照回去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有錯誤 所以過去我們幾十年來 二十年來我們從來沒有錯誤 就是因為在現場你要小心 第二十年來 第二十年來 這次巨星像是呀 我們從來沒有錯誤 三十年來 第四十年來 我們從來沒有錯誤 那一位 南部雷的高峰 五十年來 八十年來 大天 四十年來